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面上的观察 先来请教凤帅老师 好的 感谢真伟各位 这个如同蔡老师今天礼拜五盘中的一个预测 尾盘的一个大盘是顺利的翻红 不管台积电是不是收在最低 反正就是涨定了 各位为什么 你说老师 才涨27点有什么涨定 各位 AI已经连涨三天了 各位 这个盘式的一个整理 包括换手在工 包括整个的一个急先锋 每一天我都给你讲的一清二楚 不要说每一天大盘跌 蔡老师每一天好像都不认真解 每一天都一样 因为专业是不容许打折的 当然盘式的发展下礼拜会更精彩 因为上礼拜五是来给你 所谓的一个什么穿头 这礼拜五今天是给你破底 700点的一个震荡 各位 散户应该已经下破胆 包括今天的成交量 2300多亿非常好 不要怪说这个量不够 散户不要再进来做什么当冲隔日冲 各位政策一天到晚在误导 希望你赶快把钱输掉 各位这谁不清楚 所以你不要以为说 这个当冲减税很好 是要你命不是很好 各位 不管如何 蔡老师还是很感谢各位的肯定 下礼拜一原先的节目时间 是要借给财政部开统一发票 但是蔡老师也没闲着 所以我持续做社会公益 各位 下礼拜一九月二十五号 我们公司捐赠新竹县富康巴士 这是整个四十五个月以来 全国感恩之旅第二十站 已经开来新竹县 整个台湾地区缺车缺车了快一年 七月份刚刚车子来 从德国福斯原厂的车 蔡老师马上订好 剩下的三台 所以说这个下礼拜一 就要把爱跟温暖送进新竹县 这一台都210万起跳的 所以我也非常感动 快要圆梦了 创下中小企业的记录 那今天先把蔡老师的祝福 放在你心里 今天节目很精彩 你不听那是你自己 放弃未来赚钱的机会 忠心祝福你跟你的家人平安健康 我说过 投资就是认知的变现 真的假不了 假的真不了 不要拿一大堆一天到晚数字游戏 天天是买在最低点 然后卖在最高点 在糊弄投资朋友 这样的节目绝对不会长久 你应该知道我在讲什么 昨天的一个盘势是连续第四天下跌 而且又重挫 你跟我讲说你生意盎然 你非常高兴 你觉得明天不是梦 未来不是梦 有可能吗 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天天重挫 你跟我讲说未来不是梦 我看应该是不如归去吧 过瓶根本就不会去嘛 各位是不是 我讲的应该合乎你的心理吧 每天在大堆 各位这不是最棒的一个什么 恐惧的总和吗 因为上礼拜五 明明来到16920点 怎么礼拜一开始跌跌跌 是不是 今天这些筹码面的东西就不讲了 因为这些都ETF对不对 包括八大公股也在买ETF对不对 所以其实这个礼拜就是ETF大混战 礼拜一零零九一九除息 礼拜二零零零九二九 有没有看到 所以中小辛苦就砰了来嘛 关键就是礼拜三转折嘛 礼拜三转折大盘还在跌喔 天天都给你跌这一项1200多加 1700多加1800多加有没有 所以台股真的被ETF绑架 但是我也实情告诉你一件事情 这是政策的一个指导棋 希望投资朋友都去买ETF 所以这个ETF收益能超过500万 对不对 不知道我也不好意思讲对跟不对 希望你都做到对的 你都不要做到错的 好吧 今天早上美国股市又中错 有没有看到 是喔 但是今天台股为什么要转折 我也盘中已经跟你点了 因为亚洲股市开始都在转折 所以台湾股市今天非拉不可 台湾股市现在已经落后到 就是整个现行架构落后到 跟巴西一样 什么叫跟巴西一样 就是我们的台股的弱势的一个 相形的破敌 真的是难看要命 你还记不记得之前 跌的时候还有讲说 选举前2000亿资金要进场 你还记不记得这件事 对喔 现在都够点点 所以我一直觉得说 目前选举不到四个月就要落实了 选举行情什么时候点燃 有可能在这礼拜三四五 早就已经慢慢布局了 下礼拜续涨 那至于说大家关心的 这个利空我们还要关心一下 11月2号台湾时间 美国时间是11月1号 这个可能会升息印码 现阶段升息印码的 几率是26点2 这是今天早上 那到底会不会这样 我们不知道 但是包尔真坏 联准会真坏 这个华尔街真坏 华尔街代表就美国政府 制造全世界的金融动荡 对不对 所以我也不讲 反正你内心有一把尺 9月不升 11月可能会升 不见得要升 你后面如果美国经济情势 再不好的话 他要升干嘛 美国这些人民的家庭 都快造反了 都已经没钱了 还在升 还在那边控制 在那边通膨 连英国都已经打到6.7 英国都要降息了 美国还在玩这个伎俩 现在还说要破产 对不对 每天都在那边吓吓 吓死全世界80亿人口 真的很可恶 那我把它定义为 这是鹰蛋 老鹰的蛋叫鹰蛋 保鲜期再续45天 这联准会45天开一次会 一年开8次会 所以11月初开一次 12月底还要再一次 45天 各位记得 今天早上美国股市 苹果小跌0.89 但是还是弱势 对不对 特斯拉跌2.62 近期新低 好来 AI教父呢 惨不忍睹跌了快3% 各位还好啦 你们这超微跌得更深 各位对不对 但是今天基本上有传出来说 高通在裁员 对不对 结果今天的消息 你看还蛮match的 挥打弯道超车 就是赢高通 登上IC设计的新龙头 挥打 所以如果 我们这礼拜三四五 这三天 我们的这些AI 因为业绩真的 后面都太好了 8月份都已经起来了 那洗盘又结束 因为就是等这个 礼拜一礼拜二 00919 00929 这边结算之后 接棒 AI来做整个的一个什么 选举行情 那这样挥打的股价 也不能再跌 我的意思是说 今天晚上见真章 各位 挥打的股价 这样从500多块 修正到410块 这样也是不对的 就像我说的 你怎么可以 公司要250亿美元 做股票回扣 就是我们说的 实施库藏股 然后你公司的CEO高管 还在那边卖股票 你觉得这个合理吗 你觉得这合理吗 这应该不对吧 怎么会这么干 事实上我们看到的消息 真的是这样 所以我看挥打 股价只能往上涨 不然这个跳进黄河 真的洗不清 各位对不对 昨天央行开会议 我们的GDP 今年已经打到了1.46 连1.5都保不住 我们央行总裁 杨金龙先生讲三点忧心 第一个是什么 各国央行货币紧缩 第二个大陆经济下行 就是败了 大陆经济下行 最后一个是什么 全球经济叫做零碎化效应 经济 因为中美贸易战 所以把整个各个国家的经济 都已经冲击到 说实在也有点名不聊生 那谁受益 我是觉得台湾的这一些 AI供应链受益 因为我们自主一格 我们有完整的一个AI供应链 所以不管你喜欢AI还是讨厌AI 反正AI就是能救全世界 各位你知道吗 你的未来的希望就在AI的身上 所以今天早上大盘最低跌的114点 尾盘涨27点 这样也算起来也大概 这个是141点 对不对 其实最高有来到41点 也大概是150点左右 这是一个可以接受的有效反弹 所以说这个有效的一个反弹 期待今天晚上美国股市的一个正面反应 好不好 那礼拜一台股涨个300点 这样就OK了 就是等于这一次的良性起盘 上礼拜五穿头 这礼拜五破底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手法 因为正好把原先强势的中小型股 换到已经整理许久的AI 大盘上工 去过1万7、1万8选前 再来标过186、19 希望我不是在做梦 好不好 让大家全部都 好好的富贵一下 来 今天最弱势的台积电尾盘一笔 下沙 还好没有破早上的低点522 台积电这一波要下沙之前 我已经跟你讲说 因为ADR已经破底了 所以这个没办法挡 但是换算出来 台积电是要修正到510块 我们也不要看得那么衰 希望今天晚上美股的台积电ADR 就能够反弹上来 因为毕竟台积电的营收没有那么坏 3月份的营收 现阶段9月份已经快结束了 第三季的营收 现在9月份的营收 已经应该算是快尘埃落定了 月增应该是跑不掉了 那第四季的话 又能够比第三季还要成长7%到9% 所以台积电这一次的一个低点 应该是整个过年前的最后的低点 什么时候买我会告诉你 来各位3661这个世新 KY就是我这一次跟你指明的 昨天还是在短线上走低 我告诉你就是世新 我没有改变的各位 我们今天做产业的 包括了解公司营收后面的定位跟方向 不会说股价跌 就说它破底它一定要跌死 股价涨就是它要飞到天空太空中 那是技术指标的一个误导 我们不干这种事情的 各位3661一个世新KY 对不对 包括未来的一个预估 包括它今年的一个预估说年底前还要调高营收 所以它8月份营收还没有大好 还没创历史新高 如果按照它下这种始祷期 应该后面是越越要创历史新高 当然它现在距离历史新高也没多少钱 很快就突破了 那它如果一突破就是整个AI的穿云舰 世新KY对不对 整个把它往上拉 那毛利率超过七成以上的你去哪里找 而且又是高价股 这个大资金这些所谓的一个房地产的资金 也回不去了嘛 对不对 这还是二三十亿 这是最小咖的二三十亿 大咖的都几百亿 all in就好了嘛 各位对不对 所以今天的一个世新KY 涨到接近6% 2500块 说最高 我没记错 我刚刚的印象是2500块 多头逆袭 高点2715 下礼拜涨个5%就够高点了 技嘉强中的强势 礼拜三是不是刚转强第一天我就跟你讲 这拜杀嘛 有没有 是不是 我说技嘉这档个股 因为八月营收是双针的 所以它先结束整理往上拉 一定会带动AI了 昨天是不是也跌嘛 对不对 好那你看今天9月22号 277.5吗 不是更高呢 导播辛苦一下给大家看一下2376的技嘉279 对 279对 279块 刚刚瞄到的一点都没错 眼镜不用重备 对不对 对不对 镜片不用砸掉 对不对 技嘉有没有 月针年针 技嘉 9月份大摩他说要150几亿 不必要那么高 这个120亿就好了 因为大摩讲这个说实在也是在 主观的一个猜测 那大摩本身就是看好台湾的AI的个股 看好技嘉 只不过这个时候放这个消息 当然正面居多 但是我们也不用想说 那万一没有150亿会怎样 不会怎样 120亿就够了 就会出现月针跟年针 9月营收 各位好不好 广达也一样今天收最高 这三档个股就三件客 对不对 这是不是蔡老师包括盘中 包括每天跟你讲的 2382的一个广达 是不是 昨天AI快复活了 伪创 对不对 今天也收最高102.5 是不是 伪创 有吧 所以各位得出一个结论 这一些研究的东西 后面都会一一的落实给你看 因为技嘉广达伪创 营收比跟获利比 他们不是投机的公司 这样你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蔡老师这样跟你讲 包括你面对这一次的这样的一个震荡洗盘 你要对蔡老师更有信心 对蔡老师的一个专业更为肯定 AI还有很多你不知道的事情 好不好 我们等回答先止迭大涨 我还会一一的跟你讲 真AI股是不拒风浪 勇往直前的 决战AI主战场 你不要拖对了 好不好 包括稍后回来要跟你讲 齐鸿今天不是涨最多吗 齐鸿不是在这里 我跟你挑的 齐鸿营收新高 刚刚技嘉 刚刚伪创 刚刚广达都是月真 有没有 所以AI当先锋 业绩当后盾 这样才会战无不胜 是不是 天选之谷造势者 各位这些个股你不可以放弃 蔡老师的节目更需要你持续的一个肯定 还没加入生活圈的投资朋友搜寻品封大中华 合法的投信投顾业者 好不好 蔡老师来推您一把 对了事情就应该要坚持 庆祝本公司生活圈突破六万人 现实给各位最大的温暖 希望各位好好的把握 随时会快闪 所以战胜恐惧的秘诀 强在手 跟着蔡丰盛老师走准没错 我们先把节目时间交还给曾伟 更多的操作策略建议广告回来 继续请教蔡老师 欢迎回到一言行谋 再把时间交给蔡老师 好的 感谢政委 各位台股多空无常事 产业选股见真章 就像今天早上跌114点 尾盘顺利的翻红涨了27点 对不对 所有AI全部都大涨 收在最高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讲 这一波的一个整理叫做AI创高 这是所谓的选举行情之前 最后的洗盘 各位 你未来会看到 因为我什么东西都讲在前面 所以除了AI 你还能依靠谁呢 你这个时候只有业绩的一个个股 能够让你睡得安稳 买得安心 那你如果没有业绩的个股 一天大晚打高空的话 各位法人也不会去买 不然为什么大摩会那么的肯定既加 说9月份营收会大好 其实还有一档个股 在跌停板的时候 当天公司派也赶快出来讲 那叫秦城 秦城8月份营收7亿多 但是它是最晚公布 所以它在9月11号的时候 当天它打到跌停 率先跌停了AI的个股 但是你记不记得隔天的新闻就讲出来 说秦城9月份营收可能会放大到9亿到10亿 然后一路旺到年底 你记不记得这件事 所以秦城在职业下来两天震荡之后就往上拉 如珠一折 各位所以好好把握好不好 刚刚跟你讲的齐宏也一样 齐宏是无懈可及的 为什么 因为它营收都是历史新高 各位齐宏啊 对不对 这一次震荡是不是都已经偷买 今天随便一拉就拉回去300块 是不是 那它的一个关键当然 就是它除了历史新高之外 它后面还会持续的走扬 还有它的小金基 富士达11月份要IPO 正向看待 各位这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好不好 所以说台药 礼拜三是不是一样 你们注意到都是礼拜三是转折 是不是 今天 有没有 高盛看好台药 金像店更不用说了今天 这我都跟你讲好几天了吗 刚刚跟你讲的一个秦城 各位今天也拉到最高 今天好像不止21 好像213.5 秦城8210的秦城 各位你看看秦城 你看蔡老师都是在研究这些 个股然后提供给你 包括适当的一个什么一个买点 全部对不对 这个秦城 这个243.5你看谢谢导播 这是一流的导播 动作这么的一个快速 金元电也一样 连续两天 它都在历史新高 它不可以回档 你怎么会再回档 就觉得它是烂股票呢 那今天金元电跟四星一样 展开逆袭的一个K线 这是逆袭的K线 这是我们的看法 所以明天看看下礼拜 剩下四个节前的一个交易日 能够创新高 整个AI的士气 真的不请自来 所以说各位 对的事情 你当然就要坚持 是不是 蔡老师也邀请你 还没加入我生活圈的 你真的能够学到很多 有问题也可以问 你搜寻品封大中华 赖的生活圈 这是合法的投信投顾业者 官方账号 不是用蔡老师的名义 所以有一些 这些诈骗集团 根本不用动弯 蔡老师都是用公司的行号 各位你懂吗 关键时刻 请你不要买错 更不要卖错 直接简单一点 守候在价值区就好 好不好 所以蔡老师邀请你 庆祝本公司 赖生活圈 突破六万人 限时给各位最大的温暖 你一定要好好把握 因为随时会快闪结束 所以战胜恐惧的秘诀 只有一个就是枪在手 请你一定要牢牢的 跟着蔡丰盛老师走 一通电话 彻底解决 你操作台湾股市的疑难杂症 我们把节目时间 交还给曾伟 感谢两位来宾的分析 提醒观众朋友 本公司和所推介分析的 个别有加证券 没有不当的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的资料 请供参考 投资人应该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且是自负投资风险 祝您操作顺利 我们再会 偏志全民 Reich 三位会成员 pic 宜ops 台湾 我的月 际 宇 余 club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